干什么的 你看那人谁啊 认识吗 不认识 快跑 痛歇过的 别跑 老婆 这地方好复古啊 你就在这儿长大的 对啊 姥姥家就住在前面 然后前面有个小钟楼 对面就是一个大青石的戏台子 再往外走的话 就到村外的耕地了 原来这棵树都已经长得这么高了 这 这树长得怎么那么奇怪啊 有一年刮台风 把这棵树给刮倒了 村民们都以为这棵树活不了了 没想到现在能长得这么好 刮倒了都能活 树虽然刮倒了 只要它根基扎得深 把它扶正它依然能活 这也是姥姥说的 有道理 老婆 我渴了 看什么 这可是台阑道的基本功 看着 这可比水疾渴多了 老婆 这个 这瓜不算是偷的吧 当然不算是偷啊 这是我姥姥家又不是外人 真的 真的 小时候我们这一片的居民 每一家都会种西瓜的 都是随便吃的 有时候吃不完烂在地里也就浪费了 甜 这个瓜呀 头圆地深 一看就是个母瓜 肯定甜 只有还分过母啊 西瓜的学问可多了 哎 干什么的 你看那人谁啊 认识吗 不认识 快跑 痛心 我的 别跑 听姥姥说 刮台风那一年海水倒灌 田里的地都毁了 什么粮食都种不出来 大家都觉得 地完了 家也完了 失去了希望 结果没想到 过了几年 竟然能种出这么好吃的西瓜 你说什么神奇 神奇 太神奇了 老婆 感谢你带我来 这么神奇的地方 来 屁股瓜